夏天一到我们山东人就吃不完的豆卷子 一顿豆卷子顿顿豆卷子 它能从6月底一直吃到9月初 全山东的老母亲都会做豆卷子 花样翻新量大广报 一直吃到你怀疑人生 那豆卷子为啥火急火了地来到人间 为啥跟山东人结下不解之远 我们山东是公认的全国第一蔬菜大省 年产蔬菜9000多万吨 全国七分之一的菜都是山东种出来的 山东人骨子里的种菜基因有多强大呢 就这么说吧 现实中随便有一片小荒地 都能立刻给你开开扔小菜园 有地要种菜 没有地花盆泡沫箱子也能种 30多年前 寿武王就用冬暖室大棚 在种菜这一块领先全国了 让大家在冬天也能吃到反击的黄瓜茄子芹菜 现在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在当时确实是个奇迹 强大的种菜技术 在奇路大地上被滚滚向前的不停推进 豆角是常见的大众蔬菜 除了好管理 关键是你产量高 经过一代代培育 现在的豆卷子无产能干到6000斤 如果把大棚种植当主力部队 那催眠房前窝后自种的豆卷子 则是地方补装 数个12345 豆卷子就像瀑布一样 一茬又一茬的接个不停 最茬的能干到一米多长 让家家户户彻底实现豆卷子自由 山东的豆卷子除了产量大还品种多 颜色有绿的红的白的紫的花的 长度上有长的短的不长不短的 任你选择 虽然山河四省都吃豆卷子 虽然两个家户没做过统计 但我把话料这里 我们山东的豆卷子产量肯定是全国最多的 就这么自尽 500斤重的南瓜 一颗能接6000斤的小番茄 都是我们山东蔬菜实力的打开方式 我们山东林仪下属的兰陵县 一个县的蔬菜产量 就能撑起半个上海的餐桌 这把各大赛道的张旧大葱 冰香大蒜 维方萝卜 橙汁马铃薯 这还没有出马呢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建议 什么建议 咱山东以前叫葱省改名吧 改叫豆卷子省 现在豆卷子的流量比葱可大多了 副意 豆卷子省为我独享 要不要过问下山河四省里另外三省的朋友 不用 先到先到 大小小吃 还没有 那就不想 就不想 努力 最后